大飛翰天下 美國網媒 The Drive 軍務專欄戰區 引述美國海軍情報辦公室文件指 中國造船廠的產能 是美國232倍 我不知道自由亞洲粵語 有沒有譯錯 如果是真的話 那美國就危險了 更加預測中國的戰艦 將大幅超越美國 事實上已經超越了 美國海軍估計 去到2035年 即是12年之後 中國將有475艘作戰艦艇 美國如果即使有斬莫的話 即是繼續做的最多就是305至317隻 超前你150隻 即是說等於多你50% 這個差距將進一步擴大 那你說美國的造船技術先進 做事嚴謹 哪有這麼多但不是的 大家不要忘記有隔五戰爭 當日中國的軍費 甚至船肩炮利是真的 即是你說慈禧大太后 花了北洋艦隊的錢 某部分是 但當日隔五戰爭 和日本開戰 如果當設備精良 戰艦的水位 即是食水位 是比日本強大很多 但當日日本用船隻 小隻的船 令到他們的速度可以快些 甚至他們的攻擊力 沒有你那麼強 但是他們圍攻你 他們的數量贏了 結果隔五戰爭 成為了中國當時的一個惡號 也都導致了大清朝沒落 當日的設備也好 當日的規模 中國是都不相信他們會輸 但是事實就是 人家用一些小船快艇的形式 就將中國的海軍徹底這樣殲滅了 今時今日 美國會不會重蹈當日的中國覆轍 我覺得未必 因為表面上不可比 但是做任何事情都 你都要明白 一樣會有風險 這份報告說了出來 當然如果以精良來計 以設備來計 戰術來計 美國是佔盡優勢的 但是如果你要開打多條戰線的話 那你未必能夠堅固得你 那這些就是取決於你的戰艦多掛 就是如果你一拆著的火頭 美國的這些七海霸王 我當有兩個的戰鬥群 就是航母戰鬥群 在南海台海印太地區出現已經是極限的 那如果中國可以在台海 可以在東海 甚至在東盟 甚至在韓國那裡 燒起這把火 美軍就未必可以全部這樣緊釘著 或者 有優勢 因為這個就取於船隻的多掛 那當然了 你難道當日本和韓國是豆腐 或者菲律賓是豆腐才行 原理是這樣 但是會不會有所突破 我們真的不知道 但是這份文件很重要 就是說 數量來講 是可以超過你百分之五十 而另外一樣東西是什麼 也都代表了他們的補給 他們的製造 他們的更換零件和維修有把握 而美國是一個遠洋艦隊 來到印太地區 這些所謂的叫做補給 這些所謂的維修 所謂的零件 會不會有供應鏈的問題 到今時今日不知道 但是你看到 F-16已經把維修站放在台灣 那至於其他的 就真的要上一上 因為始終都是地頭重 如果他做得300多艘 或者400多艘的艦艇 他們的維修時間 他們的補給 和他們的大量零件 是可以齊備在這裡 所以看這段這樣的報道 覺得中美開戰 美國一定贏 那其實就真的要三思先了 當然呢 打仗是沒有贏家的 我亦都不覺得這場仗會打 節目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like 最終share 訂閱科金看廣告 可以說加入會員和非作 代表安天娜 需要大家的支持 拜拜 拜拜